再來看到是11.7萬劑AZ疫苗完成檢驗 之後呢就會最快在下週一開打 但是阿丁部長原本說 讓11.7萬名的醫護人員打第一劑 現在改口說讓6萬名的醫護接種兩劑 顯然他是不是沒有把握說 到底下一批疫苗什麼時候到 但是也傳出 為了要保住我們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 所以呢巴拉圭在台灣的部分 轉讓200萬劑 他否認但是坦承說 外交部的確出錢出力 這是個事實 3月初抵臺的11.7萬劑AZ疫苗 最快下週一開打 當初說要提升疫苗覆蓋率 讓11.7萬名醫護先打第一劑 如今卻大轉彎 我們現在就是先確保 這第一批人都可以打到兩劑 但是這個隨時應該是滾動性的變動 不過最後還是我相信第一批 還是會打到十萬以上 有醫院打的人其實沒那麼多 所以你本來就打不完 那你就把它直接保留當第二劑 就算是比較合理 正因為沒把握下一批疫苗 何時到貨 乾脆讓有意願施打的近六萬名醫護 接種兩劑 疫苗難搶 我國都自顧不暇 但外交部卻按住巴拉圭 傳出蔡政府為了 hold住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 特別讓出兩百萬劑AZ疫苗 原來的部分不是我們的業務 但是我很清楚他並不會從我們這些採購的疫苗裡面撥出一定的料來做外交失誤 沒有 沒有這樣的事情 否認轉讓一說但外交部出錢出力是事實 臺灣身處困境國產疫苗還沒上市 國際採購也不太順利 而指揮中心常以合約保密條款為由 據談新冠疫苗採購價格及到貨時程 立委也質疑國防軍購都得公佈金額 為何疫苗採購神秘兮兮 傳統的疫苗那是有價格的 那新興的這次COVID-19因為研發時間都短 那各個單位投入的不一樣 還有在每個藥廠對它使用藥品的一個目標不一樣 沒有一個供訂的一個價格 首批取得的是副作用頻傳的AZ疫苗 封肩檢驗完成 卻還要再三判斷施打安全 疫苗到底何時開打沒有答案 國人的健康徘徊在指揮中心諸多的不確定中 記者林英偉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AZ疫苗引起的血栓案例 導致多國暫緩接種 在西班牙世界要證實三根接種之後 確實有血栓狀況而且也更死亡 當局下來調查說到底跟接種疫苗有關係嗎 不過有專家說血栓很可能是最新的這個新冠病毒 是一個這個新冠病毒所導致的 患者在施打AZ疫苗之前 或許因為他已經感染了新冠肺炎 所以才會導致在打完疫苗之後血栓死亡 帶你來看 AZ疫苗的血栓風暴持續延燒 西班牙衛生官員17號證實 有三例接種AZ疫苗後產生血栓案例 其中一名43歲女教師還因此喪命 死因是腦出血 生前並沒有慢性疾病 不過她在注射完疫苗後抱怨頭痛 但醫生說這是疫苗的正常副作用 專家指出血栓或許不是接種疫苗誘發 可能是患者在施打AZ疫苗前 或許就已經染上新冠病毒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 柯林斯也掛保證 AZ疫苗不太可能引發血栓 他認為需要更多的證據 才能證明兩者之間有關聯 對於多國宣布停打的政策 他感到相當驚訝 世界衛生組織17號也發聲明 認為AZ疫苗的益處大過於風險 建議各國繼續施打 而英國首相17號向大眾信心喊話 強森以行動力挺AZ疫苗 英國衛生大臣也強調 AZ疫苗安全無餘 而且沒有證據顯示 對健康造成風險 儘管各國官員 衛生專家都認為 不應該對血栓案例過於惊恐 但民眾實在不敢掉以輕心 義大利甚至有人打疫苗前 詢問醫護人員 是不是要注射會喪命的新冠疫苗 外界對AZ疫苗的信心 恐怕已經大受影響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 記者8月1日